歡迎收看《一屋年輕人》 生命很奇妙 尤其是年輕人 在無預計的情況下 突然說生命來了 誕生了,怎樣去迎接 但相反有些可能結婚 或者很想有計劃,去有生命 彼彼又沒有生命 所以這方面還要找專家 今天我們請到 副科及不育治療方面的專家 陳奕士醫生,Louis 搶來跟我們談談 又是你,陳醫生 陳奕士,很幸運 因為醫生帶了很多模型來 我先測試一下模型 是 有些觀眾可能比較陌生 我明白 你介紹一下這個 介紹一下這個 我看不明白 這是一環切下去的 這是前面,這是肚瓷 這是屁股 這是子宮 這是側面 這是這裡穿床 看看… 粉紅色 這是入口 這是入口,沒錯 明白 明白 這是比較立體的模型 這是正面體 就是子宮就是這裡 兩邊就是輸卵管 接著是卵巢 如果正常性行為 男性在陰道頂上射精 精子就會由子宮 由輸卵管 卵子反過來 他們就在這裡碰面 碰面後 希望可以受精、分裂 接著反過來 就在子宮下鼻生筋 我想問一條學術性的問題 如果男性的身積器官比較長 他就可以快點直達到卵巢 直到子宮… 還有增加他生育的機會 不是的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這個是陰道 是… 陰道正常來說 可能長度約8厘米 是… 其實你短和長 其實你放進去 其實精液都是寫在這裡 是… 但如果有哪些是比那種長 就算有嗎? 即是15厘米 是… 是不能進去的 這個洞可能只有一、兩厘米 是嗎? 我想問,另外如果射的精液 比較多的時候 是否代表他增加 他生育的機會比較大 就是大多一點 這個簡直是誤解的完美演繹觀 夠了愚蠢的問題 我沒有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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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輩子要解決不育的疑問 我們要… 對,幫觀眾解答 是… 精液多是否代表你生育呢? 因為你… 你幻想精液就像魚缸一樣 是… 精子就是裡面的有著的魚 是… 你的魚缸多點水 不代表你的魚多點 是… 很多人…男性有個習慣 覺得他存精 是… 可能他太太 有一次過… 我今晚排卵的 你存在這星期… 兩個星期都沒有射精 是… 就留下來 那為什麼他們會覺得這樣有用呢? 因為他們… 當他們內沒有射精 他寫出精液的容量會增加 是… 他有個誤解的 他因為多了 是… 那他裡面比較多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你存得久了 其實精的質素會變差 是嗎? 是… 有否要多久就要射一次呢? 通常我們建議 如果是Around女性排卵期 你就三天射一次 即是三天保持新鮮期 和精子的活躍度 那我如果就反轉問 通常就說做健身 通常做… 通常做腳部運動多 就會有多一些… 叫做高酮素 我不知道有否記錯 就會令到你的男生的荷蒙多了 這樣會不會令到精子多了 從而可以用這些手印 其實你普遍來說 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習慣 例如做運動 睡得好, 少點壓力 喝少許可樂 對嗎? 對 很喜歡 不要吸煙 不要緊, 你生了 我還沒生 對… 你認錯阿強嗎? 對, 喝少許可樂 那你就真的喝少許可樂 對 你不可以喝 甚麼都沒做過 對, 喝少許可樂 不要穿緊身內褲 對 緊身內褲是比較差的 蠻煙通比較好 蠻煙通是最好的 對 平腳就沒那麼好 不… 其實… 有謂 其實是三仔 那個概念就是 你不要把膏丸貼著身體 因為很熱 會焗死肉 對 對, 好像有個肌肉 好一點 大醫生有甚麼坐筷 例如適當上很難人 很巧的, 一定沒有巧的 坐筷子… 坐椅子不就很傷 用風扇搓著它涼一點 對 這樣也讓你想得到 對 剛才說不要熱 散熱褲 其實主要是為何人的膏丸 會離開了身體 就是如果你在身體裡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有些人有病 膏丸是不會掉下去的 那他在肚子裡 如果在古代的時候 沒有手術做的 那些膏丸慢慢在裡面 就會壞死了 如果有些人 譬如他出生時 不察覺這件事 那些膏丸在肚子裡 可能到了大約10歲 才發現 為何沒有了膏丸 原來躲在肚子裡 立刻把手術買進去 也未必一定有用 因為可能某程度上 都已經熱死了 已經過溫了 溫度不妥 就令精子不能夠活躍 而且不健康 醫生, 說起 我想問, 如果說到膏丸問題 對, 因為男生經常有很多意外 爆了一顆或沒了一顆 是否只剩下一半 我們有例子 男生有兩顆 男生有兩顆 沒了一顆 是否已經生育能力只剩下一半 那又不是 其實你沒了一顆的影響很小 你看到我們歌神也沒問題 其實跟女性一樣 如果女性有… 譬如卵巢關了一個樓 他要切一邊 另一邊 其實他正常生育的機率 也是可以的 其實上天也很好 譬如卵巢有兩個 腎有兩個 高院也有兩個 給兩次機會 對 一次機會而已 腦袋也有兩個 你明白嗎 我想問, 如果男人拍拖的時候 就算那個人的性能力可能不錯 但你剛才說 有些男生可能寫出來的精譯 是沒有精子的 但是拍拖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完全不會知道 不會查到的 有沒有方式… 玉板不會看到, 我相信 我想知道 如果跟他結婚才知道 原來他出來的東西是甚麼都沒有 我跟他生不了兒子 是的 所以我也看過有些夫婦 在婚前檢查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母精 那怎麼辦 他要選擇他接不接受這個腎 當然母精 我們會幫他做一系列的檢查 就是究竟你射出來的母精 裡面還有沒有呢 我們有些方法可以評估 我想問一下 是否… 我有看過在網上 人家是拿出卵子, 是不是 就是要打那些針嗎 那些是怎樣的 那些好像很痛 不知道要打多少天 其實你拿卵子有兩個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你想生育 你想做事管嬰兒 拿卵子就跟精子結合 那就做胚胎 第二個目的就是我想儲卵 因為可能我… 我已經38歲了 但我又沒有男朋友 我又怕我們… 卵子… 對, 不能生育, 我先冒起它 但過程其實沒有你想得那麼恐怖 很多病人上網看 可能要天天打針 但其實現在是可以不用天天打的 還有打針 如果你知道像糖尿病人打胰島素 自己一天刺四針 其實就是那些針 那他可能一天加一次 那你可能整個過程 最多可能十針八針 對 很簡單 讓你們猜一下 那醫生本身是腐科聖手 你們覺得不育通常是甚麼原因引起的 我覺得壓力 壓力 但是我不知道壓力怎樣影響 實際的原理是怎樣影響 因為聽人聽得最多 就是香港最多人不育的原因 是因為壓力 壓力影響表現是甚麼呢 是影響他的過程 我覺得是不能穿床 即是他結合了 但是不能下去,不能穿床 那就關於女性的問題 穿呢 找不到伴侶 其實我想精子卵脂質素 比穿床多 因為第一,剛公佈了 香港第一胎的年齡 已經到達32歲 平均 很多是三十五、七、八 第一次結婚的年齡也推後了 變成很多女性都很遲才生育 但是女性跟男性不同 因為男性的精子是不停製造的 所以為甚麼男性七、八十歲 你都可以生育 寶寶是否健康 是一件事 起碼他有能力先生育 還有男性的精子如果不好 其實你是可以通過 改變生活習慣 以及吃一些藥 去令他好處 80歲都可以 如果去到 80歲 但是問題是女性的卵子是有限的 他出生是這麼多 用完就叫修經 如果一生人只有一顆卵子 一生人 你去到他們青春期 十一、二歲來月經時 他身體變大約四十萬 四十萬顆 每次月經就會排走一顆、兩顆 其實正常每次月經排走一顆 但他每個月自然死亡 都可能是一千顆左右 好感 所以其實剛才你說的 凍卵或取卵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既然那一千顆都自然死亡了 我有沒有辦法 令到那一千顆裡面 會多一點 可以發育去成熟 讓我拿來用 用那些針藥 其實目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次過 可能可以取到十幾顆 或者可能甚至二十幾顆 其實就是那一千顆裡面 原本都是不行的 自然死亡了 令到它發育 然後拿出來 我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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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針藥 就夠了 那些針藥